在大洋对岸的美国网友曾在网络上激烈的讨论过一个话题 如果现在战争爆发了 会有多少美国人愿意为美国而战 根据一些军事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已接近80%的人口数据排在榜首 在公布的这一国家排行中 许多欧美国家靠的都比较靠后 位于欧洲的荷兰则以15%的人数成了倒数第二名 而我们的邻居日本 他们愿意为国而战的人数更低 只有11%的人表示愿意为了日本在战争的时候上战场 所以日本也就成了这一排行中的倒数第一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大小小200多个国家 在历史的发展中 战争永远是人类摆脱不掉的一个进程 在多数情况下争执总会存在 就算双方愿意坐下来协商 但是在各自国家的利益面前 协商失败是非常常见的结果 用文的不行 那最后只有使用武力 也就是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 除了以上国家的排名外 被我们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 则以75%的人口数据排在排行榜第二位 美国也以60%排在排行榜的第三位 那么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 为什么参战人数这么低呢 有专家学者称 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因为日本为二战战败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被灌输了反战思想 所以现在他们国民的战斗意志 也就比较微弱 也就是只剩下那11%的日本人 还有点斗志